你玩过这种折纸陷阱吗 快艾特小伙伴来折吧 用一张六成六厘米的纸 把两对角对折 折出折痕后打开 另两对角也对折 折出折痕后打开翻到另外一面 再把两对边对折 折出折痕后打开 把另两对边对折 折出折痕 然后沿着折痕折成正方形 再把右边角与中间线对折 其他三个角也是同样的折法 折好之后全部打开 用剪刀把中间折痕位置整个缺口 把四条边剪出同样的缺口 然后把四个角两边的折痕往中间线对折 那么多人 然后翻到背面 把这个角向上折 其他三个角也是同样的折法 再拿起来 把两边沿着三角折出折痕 其他几个边也是同样的折法 折好后把中间的十字折痕压伸一点 然后两边这样子压一下 把四个角打开 一个小陷阱就折好了 关注我还有更多好玩视频等着你哦